墨西哥克里马州的小镇上 一尊圣母雕像流泪的新闻 吸引了成千上百个人蜂拥而至前去观看 北欧两周内三万次地震 火山喷发引发专家担忧 而在东方的中国大陆 多种疫情海下又开启了井喷模式 而且这次疫情出现了五毒俱全的特点 死亡像病毒一样在人群中传染 中共极端封城后的躺平式解封再次凉成的灾害 这次墨西哥的圣母雕像流泪 不知道是为了最近在中国大陆流行的新一波的疫情 还是在预示人间有其他的大灾难即将到来 我们一起来看看具体是怎么回事 大家好 我是奇闻 先跟大家说个事 就是可能咱们细心的朋友们也发现了 奇闻的节目怎么又变回一周一更了呢 哎呀 怎么说呢 真是一言难尽啊 我们觉得自己在这个内容的创作上 已经是解尽所能的 但是这一年下来啊 标本率仅高达25%到30% 可想而知啊 频道的运营情况很糟糕的 因此我们这个剪辑室啊 也是在不得已9月份的时候就离开了 我们这类节目呢 如果它要是没有剪辑的话 恐怕是不能维持的 现在呢 是暂时请朋友们帮忙来剪辑 但是呢 朋友的时间啊 也是很有限的 所以呢 节目就有两更啊 将为一更了 针对种种困境吧 我自己也是想去其他的这个平台啊 找找出路 那从上个星期开始啊 也就是12月1号 奇闻集团像说啊 有另外的一套子栏目 奇闻珍藏 在干净世界平台独家发布 发布周期是每两个星期啊 发布一期 时间暂定为美东时间的周五上午8点半 另外呢 就是每次在这个干净世界平台独家发布的节目啊 我在这个油管的社区这边 也会给大家一个提前的通知 那还请咱们的油管的朋友们啊 也能同时在干净世界那边 关注奇闻集团像说 奇闻啊 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好 我们回到节目中来 大家有听说过啊 最近就是墨西哥圣母雕像流泪的新闻吗 听说过北欧冰岛两中内有三万次地震吗 还有这个火山喷发的新闻吗 如果大家都没有听说的话呢 那一定听说过 最近中国大陆流行的 五毒俱全的新一轮的疫情吧 好 那首先啊 我们来说说 圣母雕像流泪的事情 据英国每日新报报道 2023年的11月17号 在墨西哥的克里玛州的小镇 阿尔查纳尔啊 当地的一座教堂中 圣母玛利亚的雕像出现疑似流泪的景象 她的眼睛似乎也因为哭泣而变红 这一奇特的情景啊 吸引到大陆的民众前去围观 但又不少人称之为神迹 惊叹不已 那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有注意到 这个圣母玛利亚乡的眼睛似乎流出了水珠 然后沿着这个脸颊往下流 而且眼眶泛红 当地有居民说 这很像人类在哭泣 我觉得倒也是啊 因为我们在哭泣的时候啊 眼睛也会变红的 这尊雕像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 另外啊 还有这个消息说 说这个克里玛州的首府 克里玛市啊 在2002年被评选为全球暴力最严重的城市 前段时期呢 克里玛州市的暴力问题啊 相当严重 有很多当地的居民在说 暴力事件频发 圣母玛利亚是不忍心看到人们伤亡 为人类的野蛮与伤痛啊 在哭泣 当时有很多的游客啊 在当地旅游 听闻这个消息之后啊 也敢去看 那看了之后说 说现在啊 正是祈求安全的时刻 祈求圣母玛利亚 把和平赐予克里玛州和全世界 让克里玛州啊 恢复以前的样子 那可能大家都知道 关于这个圣母玛利亚雕像流泪啊 可不止这一次 此前啊 在全球各地啊 就数次出现过圣母玛利亚雕像流泪 甚至还出现过流血泪的启示呢 那自2000年以来啊 在这个世界各地啊 都发现了许多耶稣啊 圣母玛利亚雕像啊 圣化等流泪啊 甚至是流血的神迹 虔诚的天主教徒 帕蒲威尔啊 在泰国购买了一尊圣母像 2002年3月19号 蒲威尔啊 第一次发现圣像哭泣 他发现圣像的眼睛流出 散发玫瑰香味的油泪物质 他一开始呢 还不敢肯定 直至圣像在复活节 再次流泪 连当地的郊区省夫在内的 很多人啊都看到了 那数以百计的人听说之后呢 到鲍威尔的加亚进行朝圣 鲍威尔呢 在家里啊 设置了一个圣坛 共奔这尊圣母像 后来啊 对此圣像做出了科学的检查 流出的泪水不断 更有重病的人啊 摸过圣像之后啊 离奇痊愈 2004年的5月中旬 澳洲的布里斯本市的迎接 天主教堂里的圣母玛利亚像 几多个盯着耶稣圣像的十字架 开始溢出血水 持续两周之久 2006年的4月份 哥伦比亚班地村州一家教堂内的 圣母玛利亚像突然流泪 2007年的2月2号 美国德州的一间教堂里的声音像 流下了永如水晶般的眼泪 而且整整啊 流了半个多小时 2012年的7月份 居住在路易斯安玛州的 巴顿鲁德新省 在花园啊 修剪花草时呢 一抬头赫然见到庭院中的 圣母玛利亚雕像 头部不停地冒出类似 血气的红色液体 他认为是上帝 透过圣母雕像 向世人传递信息 2014年的4月7号的下午 美国的印第安纳州的 圣玛利天主教堂前 一群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们 正在这尊高游 四英尺的圣母雕像前祷告 突然发现 圣母像的右眼流着泪水 之后呢 消息很快传开 人们纷纷前来祷告 很多信徒认为呢 圣母像脸上的泪痕啊 是神迹显灵 2018年的5月20号 美国新墨西哥州的 一间教堂的圣母像 突然流出了玫瑰气味的泪水 2020年的8月份 意大利南方小镇 卡尔米亚诺的广场上呢 圣母像流泪了 而且流出的还是褐色的血泪 2020年的2月8号 俄国平原小村 乌鲁索村里的教堂中 归之于18世纪的一副圣像 上帝之母奇迹般的流泪了 泪水滑过圣像秀丽的脸庞 无辜的大眼睛中 充满了阴郁和悲伤 从那以后啊 圣像每个两天啊 就会哭一次 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 2020年墨西哥的瓜达路配的 一个停车场的摆游路面上 出现了一幅圣母马里亚粉笔画像 这是一位不知名的艺术家 在2007年的一项庆祝活动中绘制的 工作人员说 这个停车场曾经重新铺设路面 而这幅画作呢 应该在多年前就因为天气因素被抹掉了 那人们不知道 它如何在13年之后啊 重新出现 而对这一世界啊 没有任何的科学家前去解答 那按照圣母的流泪流血的时间啊 我们依次可以看到 2000年至2002年 圣母流泪之后 中国大陆发生了非电疫情 2003年圣母流泪之后 2004年全球爆发情流感 2006至2008年 圣母流泪之后 中国四川汶川发生了7.8级地震 近10万人丧命 2012年至2020年 圣母流泪期间的地震 泥石流 以及2019年开始的 新冠全球大流行 2020年的意大利广场上 圣母流泪之后啊 中国大陆四年发生了 震灼洪灾 那这样的例子啊 有很多了 那这里啊 就不再列举了 那如果大家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到网上去搜搜看看 同时啊 你也可以注意一下时间 或许会发现一个规律 什么规律呢 就是这些超长的印象啊 大多都是集中发生在1999年以后 那以前啊 我们是很少有看到这样的新闻的 那么这到底在转移什么样的信息呢 1999年之后的这些年来 世界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足以令神灵悲气呢 有科学家 知名人士 都曾经目睹过圣像流泪流血 据报道呢 话音发现 流出的血和泪的成分 和人类的血和泪的成分相同 这些现象啊 让科学家都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宗教界人士认为 圣像流泪啊 是神在为人类承受罪过 同时警示人类 那发生在意大利西西里的圣母像流泪啊 还引起了前教皇保罗二世的关注 他解释说 是圣母对看到他的子民受到战乱之苦 和来自东方的威胁而落泪 他解释来自东方的威胁 就是共产主义 保罗说呢 圣母的眼泪是慈悲的眼泪 她是一位母亲 当她看到她的孩子们 在受到邪恶的生命和灵体的威胁时 她在哭泣 旅居美国的基督徒李先生表示 这些现象都不是偶然的 是神迹的显现 神这么做的目的是通过这种超凡的 非常的方式 让在泥中沉睡的世人清醒 实际上还可以解读为 耶稣为他的信徒流泪 因为他的很多信徒都离开了他 违背了神的旨意 很多信徒善而不分 没有担当 没有正义感 而耶稣就是教导信徒 要为别人牺牲自己 他还表示 神的警示不仅仅是通过这种方法 还有各种各样的方式 包括天象的变化 各地气候的变化 疾病 天灾人祸等等 但是人们对此却舍而不见 一位曾经目睹过 加州圣母像流泪的当地56岁的教区俊宇说 他坚信圣母的眼泪是一种征兆 他说这个罕见的奇观预示着将来会发生大事 例如地震 洪灾或是传染病 我们一次感到很难过 那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圣母流泪之外 还有一个同样是震撼级的新闻 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四川 大家都知道 四川的乐山有一尊弥勒坐像大佛 高有71米 现成距今有1200多年 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刻大佛 那最近这几十年来 这尊弥勒佛像曾经多次闭眼流泪 我在之前的节目中都提及过 第一次闭眼发生在1962年 那个时候 中国大陆境内因为人为的云烟 酿成了大饥荒 把鸡瓢遍地 当地人都说 坐在江边的大佛不忍心 看到每天有数不清的尸首顺流而下 就闭上了眼睛 1976年的7月份 唐山发生了7.8级的大地震 死伤数十万人 地震之后 四川的民众发现 乐山大佛面露怒涩 再次避免流泪 而大佛最近的一次流泪 是在2020年 长江洪水淹到了大佛脚下 大佛再次闭眼 每次闭眼总有灾难 这次不知是为新冠 还是俄乌战争 汉乙战争 还是为未来 谁也不知道 这些年 人类社会是 的确出现许多反常的迹象 首先是气候反常 天真人祸平平 水汉不调 五谷不熟 瘟疫战争 地震死亡者重 北欧国家冰岛 国土面积有 10.3万平方公里 人口有39.42万 全国共有 130座火山 2023年11月初的 两周内 发生过近 3万次的地震 也就是说 一分钟震一次 幸好这个震集 不足以引起 塌房地线的大灾 2023年的11月13号 航拍显示 格林达维克小镇地面 出现了15公里长的裂缝 并且已经开始冒烟 冰岛气象研究所警告称 该地区已经宣布 进入紧急状态 熔岩随时可能涌出地面 专家担忧 冰岛几座的火山 可能被激活 因为在2023年的7月份 雷克亚内四大火山 两年内 第三次喷发 幸好在郊外 人变荒芜的地方了 那如果几座火山 真的都喷发 那烟灰将指中云霄 覆盖北欧 挡住阳光 专家说呢 不用说这个冰岛 和北欧洲的气候 被改变 遭受大灾 可能会牵扯 整个的欧洲 甚至全球都被冷下 而在欧洲远古的 神话故事中啊 有一个故事叫做 蛀神的黄昏 爱说的就是 人类的末世的最后 神与魔有一场大战 万物凋零 天地毁灭 由于很高层次的 神的世界也变异了 众神战胜不了魔 最后一天 冰岛被毁 万王之王的创世主 开启了旧式的砝码 让众多的归正的神佛 复活 拯救天上人间 这个在北欧的神话诗歌 埃塔中啊 也有描述 而在东方的中国大陆呢 多种疫情海啸 又开启了井喷模式 至少从这个10月份开始呢 中国多地就传出了很多孩子 发烧咳嗽 甚至出现大白肺 医院大排长龙 有些医院超负荷 处于崩溃状态 而且这次疫情 出现了五毒区全的特点 新冠 流感 腺病毒 荷包病毒 和所谓的支援体肺炎等 疫情爆发 死亡像病毒一样 在人群中传染 有人说是中共疫苗后遗症爆发 有人说是新的变异病株 还有人说 新冠一直没断过 一直在死人 只是一直被中共封锁消息 以至于世界卫生组织 在11月22号 不得不质疑中国怎么了 还要求中国大陆提供有关 呼吸道疾病更多的信息 而北京的某些医院 已经启动了上次疫情 封控期间建立的方舱 中共极端封城后的 抗平时解封再次破产 那最近一次 墨西哥圣母像流泪 不知道是为了这个 最近在中国大陆流行的 新一波的疫情而流泪 还是在预示 人间有其他的大灾难 即将到来呢 好在历史上 圣母流泪的天灾 也就是被人说成是 发生在三年内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那当然了 在这个期间 我们如果大家都能在大事上 分清上恶是非对错 归正自己的心灵 以在万一可能有的救赎中 得以拯救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你们觉得是吗 好了 今天的节目 就与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呢 就请不要忘记给其文点赞留言和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咯